上世纪八十年代,TVB有这样一部风云剧集,邀请了刘德华、耀启智、蓝杰英、周海妹等几位巨星,那就是真命天子。 然而现在在回顾这场戏,可以很惊讶地发现,除了天王华仔,剩下几位主演居然全部去世了。 这其中是否蕴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仅剩的一位刘德华会不会落得他们一样的下场呢? 接下来,一起看看真命天子的主演都经历了什么吧? 一、耀启智,耀启智,这位名字可能并不为所有人所熟知,但他在华语影坛的地位却是举足轻重的。 早在1972年,耀启智就踏入了电影界的大门,中学毕业的他,没有选择其他的道路, 而是直接投身到了邵氏电影公司的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他的第一份工作。 虽然只是录音室助理,但他却乐在其中,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实现儿时梦想的第一步。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耀启智选择了到邵氏电影公司寻找机会, 他甚至还主动向导演毛岁自荐,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演出的机会。 然而,现实却比他想象的要残酷得多,他的请求都被一一拒绝了。 于是,他转去了香港电台,做起了摄影助理,虽然这并不是他最初的梦想,但他却在这份工作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电影的知识,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 1977年,耀启智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他报考了第六期无限议员训练班,然而,结果却再次让他失望,他落选了。 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屡败屡战,终于在1979年,他成功地考取了第八期无限议员训练班,在训练班里,他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包括汤震燕,李承昌,鲁震顺,艾薇,杨洁华等人,更让他感到欣喜的是,他还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陈敏,不久之后,他便迎来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角色剧集,《上海滩》,在这部经典之作中,耀启智饰演的是丁丽的助手陈祥贵,他凭借精湛的演技,将这个角色诠释得深入人心,让观众们为之动容,《上海滩》播出后,耀启智凭借出色的演技, 耀启智的表现赢得了观众们的广泛赞誉,他的演技也得到了业内的认可,为他日后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1年3月下旬,党媒突然传出耀启智患上胃癌的消息, 这一消息震惊了众多影迷和业内人士,随后,耀启智的太太陈敏儿也向媒体确认了她在2020年12月份确诊了胃癌,然而,命运的无常让人扼腕叹息,在3月28日晚上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耀启智因胃癌去世,享年66岁,这一消息让无数人感到难以接受, 毕竟从听说智书患病到离世,仅仅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二,欧阳佩山,《真命天子》这部作品中,欧阳佩山以其精湛的演技,成功塑造了吕后这一角色,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欧阳佩山比廖启智年轻两个月,但他的演艺生涯却比他起步更早,早在16岁那年,欧阳佩山就踏入了电影圈,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他的第一部电影《穷花仙子》中, 欧阳佩山便以女主角的身份亮相,这样的起点可以说是相当高了,而欧阳佩山却已经加入丽地电视,并迅速展露头角,成为一线花旦,1976年,丽地电视投入巨资拍摄古装大剧《三国春秋》,这部剧不仅是为总监钟景辉量身定作,更是全台之力的集大成之作,欧阳佩山在剧中饰演,貂缠这一经典角色, 与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峰饰演的张飞,有着精彩的对手戏,两人在剧中的默契配合,也为他们日后的感情发展,埋下了伏笔,在立地电视的日子里,欧阳佩山的事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她高产的作品数量令人惊叹,短短三年间就拍摄了17部电视剧, 在《无语问苍天》的拍摄过程中,她与郭峰因戏生情,开始了一段浪漫的恋情,1977年,郭峰向欧阳佩山求婚成功,两人在当年9月9日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当天,欧阳佩山身着一席意大利式婚纱,经验全场,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随后,1978年,欧阳佩山与郭峰一同加盟, TVB,这个众星云集的电视台,出道,TVB,欧阳佩山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配角,但她依然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1980年,电视剧《上海滩》风靡两岸三地,欧阳佩山在剧中饰演日本特务山口香子,虽然只有四集的戏份,但她却凭借精湛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7年,欧阳佩山在剧中饰演日本特务山口香子,虽然只有四集的戏份,但她却凭借精湛的演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欧阳佩山与丈夫郭峰一同前往吉隆坡旅游,原本应该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然而,命运却对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旅游期间,欧阳佩山突然身体不适,被怀疑为中风,并接受了三次开颅手术,然而,令人震惊的是,直到第三次手术后的病理检查,才揭示出她真正的病情,肺腺癌,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噩耗, 郭峰与欧阳佩山迅速决定返回香港接受治疗,然而,由于癌症已经发展到了晚期,尽管经过了三个月的积极治疗,欧阳佩山的病情仍未能得到控制 最终,在2017年7月9日,这位曾经带给观众无数经典角色的女演员,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63岁 3.蓝结英,要启致在TVB的演艺之路逐步走上正轨的同时 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蓝结英也悄然展露头角 蓝结英的故事同样充满了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当时,蓝结英陪同朋友的表妹杨玲去报考无限议员训练班 却未曾想到,因杨玲临时有事未能前往,蓝结英独自踏上了这条演绎之路 最终,她成功考入了第12期训练班,与曾华倩 刘嘉玲,吴君如等众多日后星光熠熠的演员成为同学 这一期训练班的学员们日后在演艺圈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足见当时选拔之严格和人才之济济 蓝结英的演艺之路起步便十分顺利 还未正是从训练班毕业的她,便因形象健康 被监制林立真选中与周星驰 谭玉英等人合作主持了儿童节目430穿梭机 这档节目不仅是她主持生涯的起点 也是很多艺人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随后,她又接连主持了K100通讯站等节目 展现了自己的多才多艺 1983年8月13日,蓝结英正式从训练班毕业 开始了她的演艺生涯 仅仅一年后的1984年1月,她主演的第一部剧集《扭计双星变》播出 虽然只有10集,但对于她来说却意义非凡 1992年,蓝结英主演的《大时代隆重》播出 这部剧集不仅在香港电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以其深刻的内涵和精彩的演艺赢得了观众和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 2018年11月3日,蓝结英的友人在其家中洗手间发现了她的遗体 当时她已经离世,疑似因在洗手间跌倒而无人救助导致不幸离世 这一发现震惊了众人 因为据推测,她已去世两到三天之久 享年55岁,蓝结英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幸 先是深爱的男友轻生离世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 随后,她的父母也意外离世 这无疑又是对她的一次沉重打击 而更为悲惨的是,她还曾遭遇过被侵犯的噩梦 这些经历几乎摧毁了她往日的精神风貌 有人评价说,蓝结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 精神状态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 然而,更多人愿意相信 她其实是在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 试图遗忘那些痛苦不堪的回忆 她曾被誉为《亮绝舞台山》的美人 然而,在众人的叹息声中 这位美人最终香消玉允,令人痛惜不已 四,周海妹 1985年,周海妹满怀期待地报名参加了港节选拔 然而,在那个众多美女如神仙打架的年代 她并未能顺利进入决赛 仅获得了第15名的成绩 尽管如此,她的才华和潜力很快被TVB所发掘 成功签约并加入了第一期的《无限艺员》进修班 与日后的演艺界巨星李耀祥成为了同窗 TVB对周海妹寄予厚望 一出道便安排她参与了一部大制作剧集《杨家将》的拍摄 这部剧集堪称TVB的极大成之作,汇聚了众多巨星 可以说是香港电视史上阵容最强大的一部剧 然而,TVB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两周内完成这部剧作的拍摄 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这部剧集中,周海妹幸运地与众多当家小生花旦 一同进入《杨家》序列 饰演了杨九妹杨炎英这一角色 她的表现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也为她的演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佩珊也参演了这部大制作 饰演了杨大娘张金定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饰演杨大郎杨炎玉的李汉池 于2013年因急性肺炎离世,享年62岁 她的离世让人们对这部经典剧集更加怀念 此外,欧阳佩珊的丈夫郭峰和廖启智也参与了这部剧集的拍摄 郭峰饰演辽国的将军肖天佐 而廖启智则饰演宋朝名将忽言批显 这也是三人的首次合作 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看点 1994年,周海妹勇敢地跨越海峡 远赴台湾参与拍摄了《以天图龙记》 在这部作品中,她挑战了周芷若这一角色 尽管该版本因较大的改动而饱受争议 但周海妹的周芷若却赢得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 被誉为最经典的一版 周海妹以其精湛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表演 成功塑造了周芷若这一复杂而多面的角色 她的表演不仅令观众为之动容 更得到了原著作者金庸先生的高度赞赏 在剧集播出后,金庸先生甚至亲自送给周海妹一本她亲手签名的《以天图龙记》小说 这一举动无疑是对周海妹演技的最大肯定 2023年12月11日 长居北京的周海妹因病离世 享年57岁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众多观众和粉丝 27日 家人证实她是因为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 这让许多人感到难以接受 以上几位演员的离世 无疑是对演艺界的一个重要打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